万宁啊 老七啊 你们怎么进宫了 朕不是听说万宁受伤需要静养一段时日吗 这才静养了几日啊 这臭丫头进宫准没好事 父皇 儿媳有话直说了 我要见陈安怀 你见陈安怀做什么呀 不是您让儿媳给陈安怀治病吗 这老头子 那不是老糊涂了 哦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 你不说呀 朕都差点忘记了呢 父皇 啊 父皇 你牙齿疼啊 有事说事 我喊您这一声父皇 您好意思答应吗 这为何不好意思啊 有人抢武夫君都上门来挑衅了 您这个父皇非但无动于衷 那日还借口逃逸 这臭丫头果然进宫算账来了 父皇 这事咱暂且不提 就当您欠我一次人情 我欠你 平白无故的 我怎么就欠你一次人情了呢 你不是要去见陈安怀吗 不是要去给他治病吗 你这个做儿媳的 可是要替朕分忧 赶紧去吧 儿媳还有件事 想跟父皇谈谈 谈谈 老七啊 你怎么给人当夫君的 啊 万宁伤得这么重 怎么能让他下地进宫呢 既然父皇都说孩儿要心疼宁儿 那么北郡三公主缠着寒儿 为何父皇不肯表态 为何不给宁儿撑腰 为何不替孩儿做主 为何不去心疼元宝 好小子 眼下到底是谁在质问谁啊 好啊 你们一个个的 如今是翅膀硬了 啊 居然敢来质问朕了是吗 你们不是要去见陈安怀吗 你们去吧 朕 去一趟永寿宫